明镜推荐 明镜为您推荐 明镜电视节目惊讶 敬请锁定 自这个川普先生 在跟一般这个美国的大佬们谈 中国人都是间谍这个话题之后呢 已经过了一段时间了 最近呢 首先挑起这个间谍话题的呢 又是这个抓中国间谍 抓得最厉害的这个联邦调查局的局长 克里斯多夫雷 他在9月12号呢 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采访时候呢 再次强调 就是说没有任何国家 比中国对美国构成更大威胁 中国是FBI反谍报工作的首要任务 然后呢 把这个抓间谍的这个脏骨啊 又雷的蹦蹦的响啊 这个这个局长说呢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比中共的威胁最大 什么卑鄙的事都做出来 而且从不中手任何规定 我们会认真的对待啊 在这个联邦调查局的局长发表这个东西之后呢 发表这盘言论之后呢 有一些新的动向啊 有一些新的动向 那什么动向呢 第一个动向 就是这个 美国司法部 啊 起诉四家中国企业 涉嫌参与经济间谍和商业秘密活动 一个是呢 啊 这个 这四家是什么呢 烹之花干铁集团 烹之花 钢房泰集团 烹干集团 泰业有限公司 以及烹干集团国家经贸公司 啊 这个案件呢 要在十月份开庭啊 这是一个 就四家这个企业被起诉 另外大家都知道了 这个 美国最大的癌症研究中心啊 安德森癌症中心 那么呢 传出九个华裔科技人员离职 或者被革职处分啊 这集中呢 涉及到就中国的这个 千人计划 这个千人计划呢 现在是比 孔子学院 还要恐怖的一个名字 原来啊 我们谈的最多的东西啊 就是孔子学院 那么现在这个 更多的是千人计划 啊 这个千人计划呢 跟美国的这个 中美贸易谈判 有莫大的关系 因为啊 美国指控中国 盗窃知识产权 那么这个千人计划呢 那应该就是盗窃美国的 知识产权的重中之罪 最近呢 中国的这个财新啊 有一篇很强细的报道啊 对这个千人计划呢 有一个介绍啊 有一个介绍 这个呢 这个计划呢 是2009年启动 啊 最近呢 到现在已经有 8000个海外专家入选 啊 参与这些计划的学者呢 能够获得人均100万到200万人民币的资助金费 回国工作之后呢 薪资水平也会高出岗位平均工资的两到四倍 啊 此外还有不少特殊福利 啊 这就是这个参与千人计划的待遇啊 这个千人计划啊 就我了解啊 这我就了解 你如果盯住了一个人加入千人计划 这个人在美国 他是有全职工作的啊 他是有全职工作的 他利用什么呢 利用暑假 美国这个大学放假啊 两个月这样一个时间呢 他到北京去 然后呢 北京给他的这个科研启动设备 给他科研项目啊 给他钱啊 给他赔 给他一批人员 然后这些人就利用两个月的时间 大概两个月的时间 在北京进行他的千人计划 规定的工作 那么首先这里头的问题是什么呢 第一 你要入选千人计划 你一定是在美国这边学习 学有成就啊 已经成家成业啊 赚得了大名 在某个领域里头成为啊 大拿啊 这样一个人物 这样他们才会看上你 是吧 第二呢 你要回去要把你这些东西奉献给哪边 从这样的话呢 你才会被他们看上啊 对不对啊 所以说 这些人拿走的 传到中国去的 完完全全是美国的东西 科学是无国界的 知识产权有国界啊 对吧 另外这里头还有 这个更深的问题 就是你作为一个 国家安全层面上的一个问题 你的政治忠诚在哪一方面 啊 这是我下面要讲的 那么这个千人计划呢 根据财新的介绍呢 它分为大千人计划 和小千人计划 我原来还不知道这个 大千人计划啊 这个小千人名单呢 是公开可查的 大千人详细名单不公布 但是呢 国内很多学校就挺逗的啊 他如果有一个千人计划 他把它弄过来之后 他就把它公布到网站上去 公布到网站上去 所以说FBI实际上 很容易查到 这些千人计划是谁 前几天 我去看新的系的一个朋友 我就说 您千万别参加千人计划 那还是在这个 安德森的这个 消息发布之前 我说现在千人计划 就是一个 美国FBI 顺头摸瓜 抓人的一个计划 你的赶紧退出来 然后那个朋友的 妻子告诉我说 真的是 我早就劝他退出来了 不要去进入这个名单 真的是有远见 那么这次安德森呢 这个安德森这个 这个癌症中心呢 他劝退的这个 九名华人的相继啊 被革职处分呢 你们就包括这个千人的计划 然后这个 还有一个美国德州科技大学 网站的公开信说呢 美国国会 美国政府重点考虑 对千人计划采取行动 那采取行动 财经呢 财经的这个 一篇报道 就叫做排查中国千人计划学者呢 美对华科技限制 再次升级 这个报道呢 那里面就提到啊 已经 一位已经回国的千人计划 向财经记者透露 美国有关部门 早已开始关注和调查中国专家学者 集中千人计划是重点关注对象啊 是否直接清退 我们目前还没有具体的案例 嗯 那么啊 一位学者教授向财经记者透露呢 忍留在美国的千人学者呢 有一些已经被FBI约谈啊 有些地方 甚至连警察局也已经参加 排查 那么我今天这个题目呢 这个题目上的标题呢 就是抓北京间谍 这次美国 美国就是玩真的 为什么说这次玩真的呢 实际上这个千人计划呀 在两年以前就被美国政府盯上 但是那个时候的政府没有玩真的啊 没有玩真的 这个两年以前呢 啊 这个搜狐就报道一个 有一个报道 就是千人计划的华裔科学家呢 进入FBI的注意和兴趣范围 啊 我很清楚的 我读了这个报道啊 这个报道呢 是在李温河案 李温河案和这个 另外一位科学家啊 另外一位科学家叫做这个 啊 叫Sherry Chen啊 Sherry Chen 这个 他的中国名字翻译叫陈霞峰啊 是这个美国的一个水文的一个科学家啊 就是在他的一个案件之后呢 他们把 这两个案件的这个律师请来做了一个讲座啊 做了一个讲座 做了这个讲座之后呢 这个讲座里头呢 啊 就表示就是说 美国 FBI已经盯住了千人计划 啊 这是两年以前的消息 只是那个时候啊 嗯 你看啊 李温河啊 被证明是个冤案 那么这个陈霞峰案件呢 最后呢 在法律上呢 没有查出他的麻烦 当然最后还是被开除了 那么我认为这里面是一个半冤案 这是个半冤案 为什么呢 因为他涉及到在里面用意中 他他用了别人给他的密码 登陆一个 网站啊 去查一些水温方面的一些资料 这个资料呢 据说是他在中国一个当副部长的一位同学 让他查的 那么 当然后面有说 说他这个查的这些资料 不是保密资料 当然他用了这个 他不应该使用的这个密码 进入了一个啊 进入了一个系统 我觉得这里头是争议的一个关键点 另外FBI说他这个 有撒谎 在接受调查的过程中呢 有撒谎 所以最后呢 虽然没有让他入狱 但是呢 最后还是把他开除了 美国纽约时报对这个案子有报道 就是说在这个事情之后呢 在李温和和这个 陈霞峰事件之后呢 就就有人出来说 中国科学家们怎么样的去 这个让自己避免成为中美 角株的角株的这个牺牲品 可惜啊 可惜听的人 听进去的人太少 还有这么多的人 拼命的往千人计划里面钻 这个千人计划 弄过去了八千个人 这八千个人 真的会成为美国FBI筛选的一个一个的 这个确确实实 为国报效的吸引力很大 经济上的待遇的好处 吸引力很大 就让这些科学家 一个一个的钻到了这个中组部编制的 这个千人计划的网络之中去 最后呢 让他们在美国成为FBI被盯住的一个霸子 那么刚才我跟一个朋友聊天 他说 现在美国已经出现了软性排华 软性排华 我觉得还没有到 我觉得还没有到这个阶段 但是呢 有这种危险性 从川普先生的这个华人 中国人都是间谍 到这个清查千人计划中的中国人 当然他清查的不仅仅是中国人 伊朗人啊 土耳其人他都查 但是慢慢的慢慢的 随着更多的中国的间谍被抓出来 华人在美国的这个处境啊 我觉得会越来越不妙 所以说 这位先生说软性排华 我觉得不是这个多余的担忧 确确实实是值得担忧啊 就是因为这些人在北京啊 就是在这个在美国啊 他对这个法律的遵守程度不够 对物资隐忧的这个抵抗力也不够 最后呢慢慢的钻到了这个网去 那么我觉得啊 现在还有补救 因为毕竟他没有把千人计划 所有的人只当着这个间谍来对待 他只是说啊 你要严格的知法啊 知识产权不属于这个中国的知识产权 你不能拿到中国去啊 另外你要跟学校里建立正常的沟通程序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呢 啊 这些人还有救济的余地啊 那么怎么怎么救济呢 我觉得无非不就是这个啊 明确啊 公司的知识产权不属于你个人 你拿美国的经费做的这些项目 你不要拿到中国去 对不对啊 毫无疑问 我花的钱的东西 你怎么能带到中国去 对不对啊 另外呢 你要 你要跟单位报告 你要去建立这种这个报告 报告制度 你要你要你说你要到北京待两个月 这个可能是灰色地带 因为你在假期之间 你要北京待两个月 但你跟学校里头请假的话 如果北京你跟学校里头互动的话 我觉得FBI抓你 可能少一个理由 还有一个中国的学者早就建议过 不要把这些人的名单 再挂到这个公开的 千人榜的名单上去 我觉得最关键的问题啊 还是什么呢 还是 第一 你加入了美国的国籍 你要对美国的一个忠诚的问题 是吧 第二 你作为美国的教授 你混成了行业领域里头的这个大拿 那么呢 这些成果 他的享受人啊 他是谁不是中国 他是有知识产权的 你应该把他们给美国 给你的大学啊 第三呢 中国那边钱是多 当然这些钱拿了可能不好拿 以后会有麻烦 如果做到这几点的话呢 那么 这个软性排华的这个可能性就能减少一些机会 否则的话 让他们越抓越多 就会让这个地方的华人感觉到越来越危险 美国都不能呆 那么只能回中国 中国那个地方 真的是你愿意呆的地方吗 你要问这个问题 欢迎订阅一下 你会帮助